最近有一對澳洲夫婦因為不育 去泰國找代母為我們生小孩 代母為我們懷了一對龍鳳胎 起了在過程中發現其中男孩子有唐氏綜合症 最後這對夫婦居然選擇了要健康的女兒 而將唐氏綜合症的男孩子留在泰國 這件事引起不論是泰國和澳洲人都有很大的關注 大家也在討論一個問題 究竟代人毛的規管應該要去到哪個程度 現時社會上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法規 簡單來說可以由寬鬆到嚴謹分開以下三類 第一類就是將這個代人的服務變成一種商業的服務 即是說無論你是甚麼人 只要你有錢不論你是單身同居結了婚 甚至是同性戀任何的情況 只要你有錢你給得起就可以享有這個代人的服務 第二就是會有一些法規去規管 可能會要求你們必須要進入婚姻的狀態 是夫妻的狀態 而你有真是不容才會讓你有這個代人的服務 而最後一個就是一個完全禁止的狀態 因為他們認為代人的服務 其實根本不應該在社會出現 於是禁止 甚至有些政府嚴厲到一個地步 即使你在外國找代人母 生了一個小朋友回來 他們都可以不承認你的國籍 那香港的情況又怎樣呢 基本上不論境內境外 香港都是不可以有商業代人的服務 不過如果你是不育的夫妻 香港可以有非商業性質的代人服務 當我們去討論這些道德的議題的時候 我們很難避免一定要從以下四個角度去出發討論 第一就是我們怎樣看嬰兒的生命 當嬰兒變成一種商品的時候 我們究竟怎樣去衡量它是一件商品 還是一個生命呢 如果它是一個商品的時候 如果它有問題 當然是可以換的呢 如果是這樣的說話 嬰兒是否變成一件物件呢 第二就是究竟什麼是一個人呢 當我們可以用代人母去生小孩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 我們可能再加一步就是可以控制她的性別 控制她一些遺傳的基因 可能令她特別高 或者令她特別健碩 各樣都可以 如果可以發生到這樣的狀態下 會不會產生了一些特別強勁的人 所謂改造人人造人 所謂後人類呢 而如果有這種東西產生之下 那會不會有些人因為沒有辦法可以改造 而令到社會的所謂的人類的定義 分為不同的階級 有一些人就是未來式的人類 有些就是一些比較傳統 或者她沒有那麼厲害的人類 這個階級的鬥爭會不會令到人輸在起跑線 令到窮人更加難翻身呢 第三就是我們會討論家庭的關係 當不同的人都可以透過代母 或者透過生物科技去繁殖後代的時候 什麼是家庭的組成呢 傳統的家庭結構會因此而受到什麼影響呢 最後就是科技帶來的一些問題 當我們知道任何新籍的科技 特別是現在的狀態 其實都不是一個很完整的狀態 他們都需要製造很多多餘的所謂失敗的產品 那我們怎樣面對這些失敗的產品 我們當不當那些是生命呢 所以如果同學真的要回答這類型的題目的時候 請你記住 無論你終極的立場是怎樣都好 請你都將這些原則寫清楚 以及在過程中先權衡輕重 之後才將你最終的一些想法 綜合起來再一次整體表達 而這個過程不是很容易 是一個45分鐘或一個小時的答卷 你就可以思考得到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 在這個暑假我們面對很多通識的議題 先想清楚 這樣你考試的時候就會比較順利一些 亦都可以讀得比較流暢一些 但這很難看 對這來說 很難看 我們在地下班